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9月17日星期四的天下新闻 我是杨素素 立刻带你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抖音母公司自制跳动放弃出售TikTok 美国业务给微软 而9月15日宣布甲国民成为TikTok的技术合作伙伴 会在美国成立新的公司处理TikTok美国用户的数据 而解决了美国安全方面的顾虑 特朗普不喜欢自制跳动保留太多的股权 而令到收购案前景不明朗 不过美国的微信用户可能将不受到政策影响 8月8发布行政命令 要自制跳动在45日内出售或重组TikTok美国业务 特朗普9月10日还强调 TikTok如果不想倒闭就要出售业务 不会延长禁令的最后期限 但自制跳动一直与特朗普关系良好的甲骨文 和美国投资者加近讨论 找出一个能够解决美国安全顾虑 又可以符合中国出口新规的方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 CIA都有代表参与其中的讨论 在特朗普原先设定的9月15日完成交易日期前 自制跳动宣布 已经向美国官员提交计划 和甲骨文合作 建立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新公司 接管TikTok的业务 外界相信 自制跳动和甲骨文及美国投资者的协议 已经充分考虑到美方关切的数据安全问题 有关TikTok和甲骨文交易的最终协议签署 还需要获得中国和美国相关部门的标准 特朗普表示 他在星期四会听取TikTok这个交易的简报 但是在获得更多资讯前 他不会批准这项交易 而多名共和党议员 也对这项交易提出疑慮 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 盧比欧领头的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 联名写信给特朗普 要求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利益 否决这项交易 因为这项交易 仍然与中国所有者保持密切的关系 此前 微软在争取特朗普政府和美国议员 支持收购TikTok案时宣称 TikTok有安全风险 但是微软可以解决 随后北京当局采取反制手段 发布人工智慧技术出口禁令 拒绝批准自制跳动 出售TikTok相关AI互动技术 作为截中选项 选择格不民可以保留TikTok少数股权的同时 笑除美国的安全而泪 目前美国外资審议委员会 正审核条款细节 但是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 要美国投资者获得对TikTok的多数股权 恐怕会令交易再次生变 出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考虑 除了TikTok 特朗普8月份都针对微信 发布另一份行政令 要求商务部在9月20前 起草具体措施 阻止该应用的交易 或行政令向旧金山地区法院提出诉讼 作为回应 9月16日 美国司法部交予法院的一份文件称 商务部不打算对那些只是使用或下载微信 用于在用户间传递个人或企业资讯的个人或团体採取行动 司法部还称 普通用户如果继续使用微信 不会承担刑事或民事责任 不过这份文件是否有法律效力 可否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意见 还有待考察 9月15日 拥有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坎薩斯大学宣布 20日起 学校电子设备和校园网络用户不得使用微信 他通知以电子邮件形式 发送给多名国际生和教职工 成为第一所宣布实施微信禁令的高校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